好,下面我们来看修士福的第二组 叫Vellet 那么在这个关键字 跟我们的指针 其实又相当于对原有指针的内容 又加了一层概念 就是防优化 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 Vellet主要跟硬件有关 就一般来说 指向硬件的那段内容 可能我们需要怎么 不让编辑器去优化掉 也就是每次我都要读那里面的内容 所以说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防止优化 也说防止优化内存指向 内存地址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用Vellet这个关键字 是比较合理的 最典型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实际开发中 有一个有一款硬件 比如原来我们说键盘 当然这个键盘 我们现在就假设一下 因为以后我们看到真实键盘 还会有那个相应的一个讲解 好我们怎么来看呢 这样来看 就说假设这个键盘要想操作 实际上就看它的那个摁没摁下 对不对 那要看它摁没摁下呢 其实就在看什么 这一段资源的什么 一个就你说白 你就是在读这根线 到底是高链屏低链屏 反正就这样 然后呢 那么我怎么去读这里面的寄存器里值呢 或者读这段资源里的一和零呢 实际上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当然有些时候呢 我们认为是一位 有可能好几位 这个另当别论 当然我们现在来看 是不是我们就想办法 能够通过一个地址 让这个地址去指向这儿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操作这里 通过它就能找到它 找到它过后 我们是不是再把里面内容取出来 就知道这个键盘按摩按下去了 对不对 好 那典型的写法 什么写法呢 那就这样写呗 那我们这一个内容怎么读呢 我们说过 我们在试源中 能不能一位一位读啊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定义成一个什么 类似于恰心P的这样一个指针 才能去指向什么 指向什么 指向这一块内容 看没有 一个字节 可能有八位 八位的空间 然后你八位空间指完之后 没完啊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新P 通过新P这个概念 怎么的 把我们这个数 这一个内容 整个8比特全部取出来 取出来过后 我们再通过未运算 是不是把其中的某一位取到 然后来判断它是否是高电频或低电频 对吧 这就是我们在实际硬件操作 就软件控制硬件的时候 其实它思路就是这个思路 就这个思路 好 那么还没有完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所说的 我们指向内存一定要让这个P 在定义的时候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P首先来说 这个指针可不可以指别的地方 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就看你功能想用什么 比如说这个键盘在这 下个键盘在另外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你P是可变的 这个没关系 跟我们Cons没关系 比如P到底Cons没关系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严格一点 就是说你这个P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这一个键盘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指针就指在这 这个可以的 然后 但是问题在这 这里面的内容 这里面的内容是不是Cons的 那很显然不可能 因为这个键盘的指的改变 可能不是我们来说的算 对不对 或者说甚至来说可以写 假设可以写的 假设可写键盘 那么是不是也可能Cons 也可能不是Cons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说不准 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 这一段内存 如果一旦我们C元编译器优化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可能把它优化掉 因为我们的修改不是由我在修改 就不是软件修改 是由硬件来修改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你可以回头再看我们之前讲 Valate那个防优化的例子 你可以再想象一下 这段内容很有可能 是不是也会被它编译器优化掉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于这个Chair前面 是不是还希望再加上一个关键词 是什么 就这个防优化的关键词 防优化的关键词 好 所以说防优化呢 应该说更多的时候是对我们什么 指针的什么 指向内容的一种什么修饰 所以说Valate主要是 在我们在这个数据类型 就Chair数据类型前面进行修饰 当然你可以是Int可以什么 就很多种 但是这是Valate的一个主要使用场景 好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地方写错了一个 大家注意一下 V-O-L-A-T-L-E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说你平时的写法是Chair ChairP 然后呢 接着呢 我们来看啊 那应该是ChairP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写成什么 Valate 然后ChairP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旦使用ChairP 进行负值或者是取值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在比较它什么 等不等于10 或等于等不等于什么0x10 等等这样的一个标签的时候 我们C元编辑器 是不是就会还是会不断的从这个地址里 指标内容去读啊 而不会优化掉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 你比如Val 我们新P 看它等不等于0x10 假设是这样 也说没有按下的时候 可能是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一旦按下过后呢 我们这只肯定发生改变 发生改变过后 我们才进行我们按键过后的一个代码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加这个 它永远是死循环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再回忆一下 这是我们说关于violet violet中的一个常规使用 那么它主要就是修饰 指针的一个什么防优化性 而且主要是在修饰前面这个类型的一个关键字 而且只跟硬件有关 所以说在软件操作中呢 我们相对于少一点 但是只要跟嵌如式有关的硬件设备访问的话 应该会有 然后最后一种呢 我们不能叫修饰符了 我们称之为 因为TypeDiv一直我们把它起叫什么 叫别名 那么这个别名的好处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定义指针的时候 现在可能看不出好处 因为现在我们的指针特别简单 你看就这么写了一个东西嘛 这有什么谁看不懂呢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就怕什么 在后面我们引入书主和函数过后 我们指针呢 你要这样理解啊 指针我们在一直在强调 它核子存放地址 而地址的读取方法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址是什么呢 我们意再强调 这个地址不是我们所说的 只是简单的内存的读写 它里头包含可能是数字 可能是函数 所以这个地址 它指的是所有资源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我们指针 可不可以指向我们C元所有的资源呢 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只要有没有办法的 我都能指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出现我们这个指针的声明的时候 可能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什么 一个情况 那这种情况呢 可能就会导致什么 我们程序员去读 非常的不见名之意 就是你可能会看半天才能看明白 哦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我们说 你不管怎么看 我们最终来说 是不是其实我们的C元变量 其实就这么一个关键字 就是什么类型 你到底是什么类型 对不对 什么类型 然后你的什么 变量名称是谁 是谁 我们就够了 对不对 我才不管你的类型是什么 我们更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XXX 后面是A就行了 对不对 但到底XXX是什么呢 好了 那这个就有什么 有类型来决定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的 恰心P 是不是就告诉P 反正是指针 指针过后是恰 你看这一行要读两个 那你如果以后 我们这个指向类型更复杂 更复杂 那么你就会发现什么 你可能不好读了 比如我先举个例子 这个我们在后面学完过后 我们再看 你看我这样写一个 我就不写复杂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来看 你说这个东西 谁能看明白啥东西 对不对 你会觉得非常的麻烦 因为这个就更复杂了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C元 其实就是在不断去描述 这个内存的属性 描述内存属性 那这个内存属性 它有什么呢 我们以后会学到 比如有函数 有数组 这都算 那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指针可以指向的内存 是千奇百怪的 也就是说 我们指向类型 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直接拿这个东西 给别人看 谁看 他可能都不可能马上反映 这个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利用 type.dif 这么的 把我们的一些什么 更复杂的一些声明 给它别名化 或者说把它一些什么 精简化 比如说我这样来说 还是type.dif的使用 我们人家讲过 比如说我还是这样写 恰心 然后比如我们 我们称之为name-t 什么意思呢 原来一直在强调过 就是说你没加type.dif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 我们再写一下 再回忆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定义的是什么 是不是name-t 是什么 是一个指针 一定要注意 是一个指针 也就是一个存储地址的盒子 它的盒子的属性是什么 指向 指向了一个什么 恰类型的什么 内存空间 就是这是它指针的属性 对不对 你记住这句话 跟name-t没关系 name-t就指针没别的 只是指向类型 是这样 好 那么加上type.dif过后 我们说这句话 你可以直接复制 指变一下 变成啥 name-t是一个指针 类型的名称 也就是它的别名 那么这个什么指针类型 既然是指针类型 那还是有个疑问 指针怎么读内存的 原来还是一样 指向一个恰类型的内存 好 那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再以后再写代码 就可以这样写了 name-t 比如说abc 好 那这时候我看到这样单词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 哦 哦 abc是一个反正是个类型 什么类型呢 好了 我们看看 哦 原来name是一个什么 指针类型 但是不管怎么说 abc是不是还是按照我们之前定义的标准形式 类型加变量名称定义 这样的话 别人一看 更关心的是abc是这个东西行 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样复杂的指针 我们再说 对不对 所以这样呢 在交流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也是我们type diff 在以后我们在跟指针使用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星比较多 很有可能大家在刚刚开始阅读的时候呢 不是很方便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些type diff 让我们更好的见名字役 等后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看到函数过后 函数的定义一旦介绍过后 我们再用type diff呢 给大家看一个 我们在后期学 lias高级编程中 一个最为复杂的一个函数声明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type diff有它的好处 好 这是我们关于type diff 所要说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